接下来这个交付计划会有所提前吗 有所扩大吗 因为你们说年底之前要4万辆吗 我觉得有挑战 但是我们继续有信心 我们维持这个年底4万台销售的目标 这一点呢 跟原来的整车企业稍微有些不同 大部分的整车企业是把车造出来 然后就卖给了CS店 CS店才卖给了最终的用户 那么就会导致了一个问题是 CS店上压了货 所以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的逻辑是不是以制造为导向 我们核心是先销售再制造 这样的话呢 对于节奏的控制 跟他们实际上是蛮大的不同 但是对于一家新的公司 我觉得安全度会大大提高 您之前还说过 说现在事情一切在刚刚开始 2020年的时候 等到这波车企真正开始进入 大规模交付的时候 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开始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觉得车里面分几个大阶段吧 第一个阶段叫幸福周期 我觉得是车在研发的过程 这个时候讲梦想 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开始交付到一万台 代表你的阶段交付 阶段销售 阶段品质到达一个阶段 现在中国新造车企业的前三家 都是在这个阶段 那么再往下一个阶段 我觉得有两个挑战 就是从一万台的销售 我认为差不多到十万到二十万台之间 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两个巨大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 你的规模销售能力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你的规模的运营的能力 就是你运营的时候如何控制成本 降低Ball 如何增加收入 如何降低坏账 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能力之后 一家新造车企业 才从梦想到达一个现实级的 我觉得新造车企业里面 把前面的从产品研发到初步规模交付 到大规模销售交付 这三大步走完了之后 就到了一个更大的舞台 我们叫做上牌桌 什么 上牌桌 上牌桌了 我觉得今天在中国的造车企业里面 真正上那个桌子吃饭 可能就只有七八家 我觉得是 其他的都是站在外面 七八家也不多 哪七八家 那比如说上汽 广汽 都是在牌桌上的吉利等等 但是新造车企业可能还 比如说站在外面 可能站在外面的更远一点点 这是第三层 所以我觉得真正要能够做到 在电动汽车里面 做到二十万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时候 它才能真正在电动汽车里面 有相当的 画一圈 有相当的控制能力 控制溢价的 供应链的沟通能力 完成内容以及更多大佬视频 请搜索财新时间